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在目前美國的兩邊陣營可以說是對立起來的了 其中民主黨人、左派人士和科技巨企 對於保守派人士、共和黨人和特朗普陣營的針對 可以說是已經去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階段了 甚至乎還出現了很多文革的影子 昨天我們有提過Parla這個社交平台 就吸納了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 於是乎就遭逢滅頂之災 不單是說蘋果和Google要將他們的手機apps下架 就連向他們提供伺服務的Amazon 都說不再跟他們合作下去了 所以現在Parla基本上就找不到任何一個server 去擠他們網站的內容 現在上他的網就跟瓜左一樣是上不到的了 連一個社交平台、言論的平台都容納不到的時候 你那幫這樣的左派人士、左翼分子 還有面目去高舉言論自由的旗幟和口號 口口聲聲就說要捍衛言論自由 要為無聲者發聲 到頭來當其他人、保守派人士 決定領起牢做的時候 你就將他的牢都要拆起來 不讓他說話 這些就是偽善 這些就是雙重標準 你那些左媒和左膠KOL 一邊就在這裡吹噓說特朗普是獨裁者 他想搞獨裁 我在歷史上從來沒見過一個所謂的獨裁者 他是在任期間都被人剝奪了那個發言權 是不讓他在多個平台上發言 是將他停權的 是將他滅聲、將他禁言的 我真的沒看過了 可能我是孤陋寡民那個了 可能是 這樣就為之叫做獨裁者 這些就是那些左媒和左膠KOL所說的東西 你那些左膠經常去引用伏爾泰的名居 就說 縱然我不同意你的言論也好 但是我都會誓死捍衛你的言論自由 現在出來捍衛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的言論自由沒有 為什麼他不可以說話 為什麼他不可以發聲 現在是伏爾泰還是伏爾眾 這樣也沒算 現在和帕拉本身合作無間的律師 都決定要走投了 不敢再合作下去 為什麼 因為他們怕損失了其他方面的生意 他們是被那些大客人逼迫他 就說你再和帕拉合作 你再幫他辯護的時候 你就會損失其他方面的事情 這個帕拉的首席執行官馬特澤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提到 帕拉是遭到所有合作廠商的拒絕往來 從電郵系統 簡訊支援系統 以至到平時有所往來的律師 都拋棄了他們 馬特澤就承認 面對著這樣的封殺 恐怕帕拉就是會倒閉 他就批評那些敵人 不僅要關閉他們的手機APP 而是試圖要將他們連根拔起 這些行為根本就是赤裸裸打擊言論自由 但我相信一件事就是物極必反 現在你不讓這群人說話的時候 他就鞠住道氣 鞠住道氣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所反彈 是差遲早的問題 以及以一種什麼形式來反彈 美國是擁有槍權的 你怎麼能夠這樣做呢 而且根據這個帕拉的首席執行官所說 壓力不僅是針對帕拉本身 就連跟他們合作的人 都有遭受到壓力 這些是很黑暗的事情 在美國發生 美國這個民主燈塔都暗淡起來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又不相信 你這群人靠封殺的言論平台 就可以將人家整個派系連根拔起 這些簡直就是妄想 接下來就講一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George Hawley 霍利 在2019年的時候 霍利多次聲援香港 在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上 他也是堅持以公義和良知的原則來處事 於是乎就是挑戰了某些州 下選的人團投票結果 招致到很大的反彈 即是不僅說他出新書的時候 出版社就說要和他終止合作 就不幫他出書了 不僅在今天有報道說 本身有向他作出政治捐獻的一些大企業 已經是要向他山水喉了 包括了什麼企業呢 比如說酒店業的龍頭萬豪集團表明 他們考慮到在國會發生的破壞事件 因此他們將會暫停政治行動委員會 向那些投反對通過選舉人團認證的議員提供政治捐助 萬豪集團的政治行動委員會 在去年的大選期間 就向共和黨捐獻了接近20萬美金 並且直接向霍利本人 以及他的行動委員會 分別捐助了1000元的美金 而花旗集團也宣布了 要停止這些政治捐獻的行為 花旗曾經向霍利的競選活動 捐款1000元美金 花旗集團的聲明說 不會再支援那些不尊重法治的候選人 而藍十字藍盾協會就指出 會停止對於那些投票破壞民主制度的議員的政治捐獻 投行摩根大通怎麼說呢 他們說至少在未來半年 會暫停他們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所有捐款 這個就包括了所有的議員 這些企業紛紛山水喉 其實霍利、Tekcruise、克魯茲那些 已經是身受其害 為了捍衛公義 為了還原真相 竟然落得這樣的下場 所以這些參議員 才是真正值得民眾的敬重 他們是不畏強權的 也不是為了利益而去爭奪些什麼 你說是不是比起國際線左膠KOL高上很多 一隻二隻過去兩個幾月以來就不出聲 現在看到1月6日的選舉人團認證結果之後 每個人都撲出來托大腳 那你怎麼來為香港人發聲呢 你又聲稱要為無聲者發聲 又說要為無權者充權 你這幫傢伙根本就站在強權那邊 現在特朗普算不算是無聲者呢 就算你說他掌權又怎麼樣 掌權都沒有面子給 一間二間來到他下閘 不讓他講話 那他是無聲者 那這幫傢伙有沒有幫他發聲呢 一隻二隻只懂得去拿燈 博有得分 有用嗎 真是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下另一件事 那些左媒也是完全離譜的 比如說這個叫做華盛頓郵報 我見陶傑有一張截圖放在Facebook上面 他就說這個華盛頓郵報 就將所有的共和黨議員都描述為老鼠 和三十年代納粹德國 將猶太人形容為老鼠是一樣的 而且美國有一些左派分子 開始號召 對於那些曾經投票支持過特朗普的美國人 由專業主管階層全部都要解僱 一律送去勞改 這些根本上就是充滿著文革的影子 是不是 別人做高級主管的 你叫他去勞改 難怪為什麼那些保守派人士 會說美國開始步向社會主義 你就是搞這棵東西就是不行 你用人為財 你不是因為他的取向 而逼他去勞改 將他解僱 然後還將人家描述成為老鼠 你就是香港也發生過 將那些示威者描述成為蟑螂一樣 你老鼠就是用來打的 人人哭打 你就要將那些人妖魔化 污名化 唉 真的 另外 陶傑又說了一句口號出來 就叫做 All Lives Matter 我反而覺得這句口號還說得對些 不僅是Black Lives Matter Mut Lives你也 Matter 不僅是黑命貴 白又命貴 黃又命貴 紅又命貴 是人都命貴 總之是人命貴 這就最好了 要不分什麼膚色呢 那些左翼分子 左分右分 無非就是想製造一種大愛的氛圍 說他們很包容那些 有色人種 你說這些事情 虛偽嘛 最後就分享一宗在Twitter上也流傳得很厲害的消息 就說 有一個左翼分子 發現得到原來他媽媽參加了在1月6日華盛頓舉行國會山莊的示威 於是他就去通知他媽媽的工作單位 搞到那個老闆就把他媽媽炒了魷魚 這些根本上就是當年紅衛兵的行為 你去打自己的老母 然後就讓老闆炒了他 你怎麼會做這些行為 這些是否選人不利己 簡直就是多餘 而且他媽媽也有一個集會自由 有示威的自由 只要他沒有搞破壞 沒有搞搗亂的事情 根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竟然間就由兒子來打個老母輩 這個流傳得很厲害的信息就是這樣說的 那這些是不是文革的影子呢 所以美國搞到現在這樣就真的很可惜 你被那群奸人當道不行 好了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